对 我试忍了 那过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两方家里 兴趣都特别多嘛 一直都是我去他亲戚家 他从来没去过我家 然后有一次我们就 在他家吃完年夜饭之后 就说去我家呗 他母亲当时都同意了的 结果后来差不多吃完饭 八点过后 他妈妈就说 现在这么晚了 你可以一个人回去 我心里面就想 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而且他也同意的 就吃完饭之后 就跟我一起就去我亲戚家了 我家亲戚 全部等着我们俩过去 人家都没吃饭 一大多人等着 开始我是要去的 但是我走的时候 我家里面又来了很多亲戚 因为正值过年 双方家里面都有亲戚 我妈妈一样要做饭 又那些菜都冷了 不是那会儿 你们俩结婚了吗 还没 那是没结婚 那你去他们家过什么节 真是 因为 我也想带他去我家里面 我觉得 他也想带我去 所以你一会儿 还特别高兴对吧 等于他把你带回家 还特高兴 他承认你了对吧 承认关系 我也像我的家里 能像他家里这样 然后承认我来承认他 行 人也去我家里 我们家里面的距离 也不是很远 而且我让他就打个车 就过去了 我说我下一次再去 也是一样 而且当时下了很大的雨 他也不来送一送我 其实我当时就想着 不一定就 他一定要和我一起去 他就出来送我一下 至少我心里也好过一些 但他从来不会 平时生活中也是这样 我自己努力挣着钱 去买包 买衣服 没错吧 但他妈妈有时候就会问 这衣服多少钱呢 是你自己买的吗 还是他送给我的 他买得太频繁 这一点我确实理解不了 但我也有自己努力挣钱呢 这是婚前还是婚后啊 就婚前 买的时候也很多都没穿 新衣服 新包都没有背 或者只穿了一次 怎么还花你的钱吧 有一点点 对你那么好 给人买两件衣服不应该吗 但是频繁买 我是觉得他穿不了这么多 那结婚是谁提出来的 结婚主要是我家里吧 因为我和他交往这么久了 怕他交往久了 感情就会变外 结果我家里就筹备了 结婚这件事情 结婚也是我主要策划的 他只负责简单的 私宜和婚车的部分 这对一个新郎来说 是很简单的事了吧 然后结婚当天 我家亲戚全部在酒店门口等着 等着他的婚车来接 结果等了好久 结果他的婚车 直接开去了婚礼现场 我家亲戚就直接打 第一区的婚礼现场 这件事情让我妈觉得特别美美 那个时候 因为前一天晚上 我邀请了很多朋友 一起吃饭 他们也开了很多车 他们的车就作为第二天的婚车 这个事情我是张罗好了的 他们可能是闹钟 没听见因为前天晚上玩得太晚了 但是这个事情我有去策划 我也去张罗了的 那你前一天晚上如果计划一下 至少就不会发生这样尴尬的事 婚后我就以为她会好一点吧 毕竟我是她的妻子了 没过多久 她就把她自己固定的工作给辞了 本来她就是搞音乐的 之前她就想自己搞音乐 但对我来说 或者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说 不稳定呢 好不容易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那不是更好吗 她和我辞职工作的时候 她就辞了 我是在一个小学里面就教书嘛 但是我确实我的性格 我不太适合 而且我所教的东西 和我以前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 是有差距的我觉得 那我就辞掉 辞了这个工作 而且我也没有说是因为 我怕他们担心 他们觉得这个工作很好 但是对我来讲 我已经有这个能力 再去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 但她辞了工作 是在功后辞的 家里人就觉得 是我管不住她 你们家人觉得是你的问题 两方家里都觉得 我管不住她嘛 给她说什么也不听 她一直都是我听我说 关键是我找了一份工作 我还挺合适 我觉得工作要适合 要适合自己 是的 她是找了一份工作 但经常晚上和学生聊天 就聊得很晚 而且居然还给我提出了 一个很福利的要求 她就给我说 她晚上不回家 要在工作室做音乐 你晚上不回家 我怎么知道你在干嘛 本来你就身边的 异性朋友就很多 搞音乐的一般在晚上 确实有灵感 这是事实我觉得 而且在白天的话 没有那么多的思绪 晚上会大耳会放空一点 而且我也把它带到 我工作室去的晚上 对啊 我失去了 我也没有让她 一个人在家里 我白天还要工作呀 我晚上陪你做音乐 我第二天白天还要工作